各位环球的藏友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戴北一华收藏这个节目 在今天的这个视频当中 咱们继续的来学习瓷器鉴定 那么今天跟大家介绍一下 如何辨别明代成化时期的青花 宝莲文婉它的真伪 给大家介绍这个比较有欺骗性的 为什么说它比较有欺骗性的 因为很多人没有见过成化时期的 这个青花的这个宫碗 所以呢看上去呢 所谓的这个碗平等轻挺淡雅的 其实呢不是这样子的 我进行一个对比来看 首先呢我们看它的这个釉 釉呢它的釉是白中有一点泛青 这个呢是不应该出现的 因为在成化时期的釉呢都是白釉 也就是说它的依托呢 都是从甜白釉而来的 因此呢它的釉呢特别的肥腻润泽 而这个防品的呢就稍微有一点泛青 还有一点泛黄 这个呢都是跟成化时期呢差的比较远 另外呢它的这个清料大家看 虽然它看上去淡雅 但它绝不是平等轻的发色 如果大家有去看过这个故宫博物院馆藏的 还有一些其他大博物馆馆藏的 就能够深刻的理解了这个平等轻 另外呢我们看绘画 虽然它也是双钩平图 但是呢还是跟当时的这个成化时期呢 有比较大的差距 最后呢我们就要看它的圈足 成化的工碗的这个圈足呢 它在修足的时候比较特殊 大家一对比就看出来 它的这个修足呢 跟成化时期的也有很大的差距 另外呢就是我们看它写的这个款制 这六个字呢没有一个写的像的 大家仔细的对比 而且呢要把所谓的成化时期的这个款制呢 书写的形式要熟记于心 同时呢也要记住这个谁 孙先生孙一舟孙先生总结的 关于鉴别成化时期的这个款制的 真伪的一个口诀记清楚了 在实践当中呢 在进行应用对比就能够非常清楚的了解了 那今天的这个视频呢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再一次的感谢大家收看 戴维化收藏这个节目 咱们下一个节目再见